每一个人辛苦奋斗了一生 老了之后想好好地安享晚年 然而,现在摆在老人面前的两种养老方式 一种是在家让子女养老 另一种是去养老院养老 但是由于养老院在很多人的心目中 往往是一群老人可怜兮兮地整天无所事事 目光呆滞地盼望着儿女过来看自己 如果让选择的话 老人肯定会选择在家养老 在家有儿女的陪伴会比养老院舒坦多了 但事实上是这样吗 面临衰老,三位老人说出了心里话 养老院何尝不是你晚年生活的尊严所在呀 1.文老太太,85岁 到最后突破的心理战线 我一辈子恪守养儿防老的古训 觉得和儿子一起生活天经地义 我年轻时孝敬公婆 在婆家吃尽苦头 挑水劈柴,做饭缝衣 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 没有吃过一顿消停饭 再苦再累,我觉得理所当然 因为我是儿媳妇 我儿子结婚后就和我们一起过 我精心带打孙子 买菜做饭,打扫卫生 从来没让儿子和儿媳妇 为家里事情请过假 儿子和儿媳挺孝顺 孙子上学后,家里重新买房 经过再三考虑,仍然买到一起 十多年前,我开始没有能力做菜了 做出来也不好吃 我每天买菜,蒸馒头 或者煮好米饭 现在只能煮米饭了 没有力气蒸馒头了 几乎都有儿子和儿媳妇做饭了 他们也五十几岁了 工作还很忙 为了给我们做饭 下班后再累也要坚持 有时他们有事在外面吃饭 也要提前急急忙忙回来 做好我们的晚饭 孙子在外地结婚后 他们却不能经常去看自己的儿子 即使去了,也要匆匆忙忙 一两天就赶回来 他们多少年了也没有出去旅游 每天按部就班地做晚饭 我觉得我和老伴就像两条绳索 紧紧束缚住他们 眼看儿媳妇从青春年华到病角斑白 有了自己的儿媳妇 却从来没有过过小家庭的小日子 更没有过二人世界 儿子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 经常是心事重重 人也特别显老 我心疼他们 也曾多次想过去养老院 一想到不能每天见到儿子 我心里就不安 养儿防老 我去养老院了 亲戚朋友怎么想 是我儿子不孝顺吗 我丢不起那个脸 现在 我心里每天都很受煎熬 看着儿子越来越消瘦的脸 儿媳妇越来越多的白发 我们两个人越来越没用 成为沉重的大包袱 最后我们决定去养老院 一方面减轻儿子的负担 一方面 我们也能过上属于自己的生活 独立一点 自由一点 也能有尊淫地 享受人生最后一段 属于自己的时光 二 于老太太 七十二岁 让人害怕 但又向往的养老院 我曾去过养老院看过姨妈 那是一个挺有名气的养老院 路上我对儿子说 养老院多好呀 不用自己做饭洗衣 还有很多伙伴 以后我也去养老院 儿子高兴地说 好啊 他愿意我晚年享福 所以表现得很愉快 进到里面 宽阔的大厅布满花草树木 却一片寂静 转圈的二楼平台上 有几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他们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 目不转睛 脸上毫无表情 姨妈的房间 一桌 一椅 一柜 一台电视 一部电话机 有点像病房 没有生机 走时 姨妈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来 平台上的老人 依旧如刚才一般 一动不动 楼里虽然有绿植 却一片灰蒙蒙 死气沉沉的感觉 花草凝固得像假的 甚至像死了一般 没有色彩和水分 儿子紧紧挽住我的胳膊 我可不让你去养老院 我奇怪地问他为什么 我以为年纪还小的他 看不出什么问题 他告诉我 姨老眼睛里有泪水 平台上的老人是混吃等死的 我吃惊他看出了问题 也一辈子感激他说 不让我去养老院 在离开养老院时 他能说出这句话 我会一辈子感激他的 他小小年纪就知道心疼妈妈 可是 自从两年前老伴去世后 我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屋子 我的心也空了 儿子想让我在他家附近买套小点的房子 来往方便点 我拒绝了 一套再小的房子 掏空积蓄也不够 难道我老了还要背上债务 过着紧巴巴的日子吗 我也不想给儿子儿媳妇 带来更多的麻烦 距离产生美 和睦相处的婆媳关系 是我最想要的 我思前想后 认为把手里的钱 用来选好点的养老院 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养老院中 那些呆滞的目光 病房一样的房间 死寂的气氛浮现在我的眼前 孤独寂寞 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铅块 死死压住了我 每一天 每一夜 我都是窒息和恐惧的 尽管我不停地 给自己找事情做 学画画 学乐器 我害怕夜晚到来 让我心惊胆战 我害怕太阳升起 让我孤寂凄凉 我坚守在 只有我一个人的家中 一点点走进养老院 又一点点逼开养老院 它是我心中解不开的结 三 父老先生 八十七岁 养的儿不防老 我有四个儿女 有足够的养老金 身体状况也不错 没有必要去养老院养老 两个女儿远嫁外地 每天过着悠哉悠哉的生活 几乎不为我们两个老人 操一点心 小儿子自顾不暇 大儿子老实厚道 成为我们的支柱 我们住得比较远 他们却能做到呼之即来 挥之即去 我曾经对亲朋好友说 有一个孩子孝顺 就不能去养老院 这么多年来 我从来没为大儿子着想过 无论什么时间都打过电话 冰天雪地 为一点点小事让他跑来跑去 他也没有埋怨过 我和他妈大事小情 都第一时间就找他 知道他的小家庭 因为这样的事情不断发生 夫妻之间产生矛盾 他媳妇离开了他 我们才意识到 我们太自私了 儿子一句话没责怪我们 他媳妇说他是余孝 他也没反驳 脸色却冰冷起来 他的感情生活 经历了一次次挫折 对我们从来没有改变 现在他的话越来越少了 快六十岁的人了 还在疲于奔命 我们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了 前一段时间 老伴生了一场病 顺嘴说了一句上养老院的话 我生气了 一天没和他说话 我们有孝顺的儿子 为什么要上养老院 可是转念又想 这对大儿子公平吗 我这样到底对吗 老年人一生奉献给儿女 爱儿女多过爱自己 甚至影响到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由于社会经济比较落后 家庭收入低 他们大半辈子吃苦耐劳 老有所养是老年人最大的心愿 而养老院虽然不是新鲜事物 但是并不普及 老年对此还没有认识上去 养儿防老的观念还很根深蒂固 养老院的不完善 也成为他们最大的担忧 然而无论如何 对于这三种情况而言 养老院是有尊严养老的最好的 也是最后的场所 子女无力养老 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 已经进入老年人队伍 一对独生子女夫妻 要赡养四位老人 还要抚养自己的儿女 他们的子女 面临着激烈的竞争 占据了父母的大量精力 社会快速发展 同样带来工作压力 他们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 都达到高度紧张 子女无能养老 出国大潮中 有大批青少年出国学习和工作 还有大量青年人出外打拼 他们远离父母 不能为老人养老 老人没有条件出国 或者到子女工作的地方生活 原水救不了近活 这部分老年人去养老院养老 势在必行 子女无心养老 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博弈 孝导不再是家庭风气的主流 两代人价值观和生活习惯不同 子女无心尽孝 父母成为累赘 两代人各自独立的生活模式 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接受 养老院成为老年人养老的首选 你接不接受 养老院就在你面前存在着 当你老了 要有尊严的养老 不要成为社会和子女的负担 养老院实在是第一考虑 对于上面的三个故事 你有什么看法呢 快在评论区发表你的想法吧 感谢观看